由新洲电子报主办海鸥集团荣誉呈现的新日本唯电影故事创作比赛 越来越紧张,最终三强终于出路了 三强的剧本优胜在于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视野和很好的主题 表达人意很清晰,故事结果也很好 然后像社会传达的信息也非常的正面 我觉得三强基本上我觉得是它的故事性其实非常非常的完整 那主要的差别性还是在他们在三强在写作上面 其实比较像电影的剧本的形式 所以其他的还是坐落在故事性 所以他的故事性写作上面他就会以故事为主 是像写故事的方式而不是写剧本 三强的由是我觉得就是主题非常的明确 然后他讲的故事也非常的精简 就非常符合说可以再拍成为电影的一个条件 他们对画面跟氛围的掌握的能力 就是书写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其中有一篇是一个很爽人的故事 他很符合这个有点像这个侦探侦探小说这样 所以他整个气氛的这个营造 我们也很有兴趣知道被拍成为电影之后 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为电影 另外有一篇呢 但是对我作为马来西亚的视角来看的话 他非常触动我 是因为他谈的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 这个回心滑小的问题 三强人马日前到新州总社 接受撰写剧本训练 本地知名编剧乌少奇授客之余 也给予每一个剧本意见 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任务 我觉得很多时候 当你要写一个故事的时候 你开始的时候 你以为你在写这个任务 但是很多时候 你为了发展你的故事 你要忽略人的任务 你再没有为他去讲故事 你只为了一个情节 为了要一个突破 要一个高潮 我觉得很获益良多 因为在这之前 我对自己的作品的了解 是非常的流于表面的 但是在和老师沟通之后 我能够发现到我的作品 有什么不足之处 然后加以改进 今天我比较像是来看医生 那个医生不只是治疗我的客手上风 而是一个心理医生这样子 画我更多的东西 然后可以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怎样去分场 今天老师针对 就是讲剧本的内容 然后不停地 针对人物 还有一些细节 不停地往各种的角度去 深入挖掘 还有开发出 更多的可能性 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到底最终 哪个故事会脱颖而出 成为冠军 并拍摄成短片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